说一下我们接着来说新闻 说前两天在江苏淮安有一家商场门口 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一个极其普通的工作日 一群老年人集体现身 接二连三开始折返跑 这是什么情况呢 老年人运动会吗这是 比运动会还激烈呢 这样我们先少叙 大家伙先去现场看一看 领鸡蛋啊 领鸡蛋啊 在这边拿卡在这边拿鸡蛋 然后来回跑 免费拿鸡蛋几斤了 来拿起它 哎 明白了吧 一个超市做活动 拉人去 领票即可免费拿鸡蛋 蛋是可蛋是蛋可是 一次只能拿一个鸡蛋 一个也不够炒盘菜呀 所以大爷大妈们只能折返跑啊 跑几趟能拿几个 这视频一出 网友们就纷纷留言 说这超市胆真肥 是 敢这么折腾大爷大妈 不怕半道出现两个血压高 跑叉气的啊 那你可就赔大发了 那真是赔大发了 还有人说呢 心疼老年人五秒钟 这一代人啊 是从苦日子聊过来的 儿时挨饿 终年吃苦 所以即便老了 可以享清福了 依旧节俭的生活 商家搞这种 这种这个活动 真是太不应该了 儿此时此刻 电视机前正在收铐 我们节目的各位大爷大妈们 咱们真心的提醒您哈 刚才上面这段 免费领鸡蛋 耗的是体力 说实话还好点 咱就当锻炼了 但是有些免费领礼品 那个玩的绝对是套路了 被骗走的 可能就是您的钱财了 具体的来说呢 模式是这样的 第一天免费送鸡蛋 第二天买30元牙膏 反30块红包 第三天买300元营养品 送30斤大米 第四天买3000块钱养生床垫 送郊区一日游 仔细想想 是不是这套路 天底下哪有白吃的鸡蛋啊 是不是 面对小恩小惠 一定要保持理性 但要是楼下那超市领鸡蛋 我也能去 鸡蛋能去 好